各位參考國 notes 第七代的名稱 大家好 歡迎來到 107 年度 從128票杯大專租稅辯論比賽 我是本場比賽的主席 本次比賽的辯題為 我國因調降單位燕品之稅捐負擔 附加定義所謂單位 依燕9稅法第七條及 煽害防止法第四條規定 紙烟以每千支為徵收單位 煙線雪茄以及其他煙品以每公斤為徵收單位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今天擔任分艙比賽的裁判 在主席正前方的是文化大學的黃國勳學長 學長曾獲得2006年第31屆書碎盃最佳辯士 藉著在主席左手方的是丁林玉女士 丁玉女士曾獲得105年度統一發票碑專業組最佳辯士 在主席右手方的是世信大學的張正馨學長 大家好 學長曾獲得2010年第9屆海峽兩岸大學生辯論儀 賽亞軍季最佳辯士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今天参赛的正反双方 正方由东吴大决定单位 正方一变曾玉章 各位好 正方二变张亚吴 各位好 正方三变同时也是今天的结变 陈文谦 各位好 反方由成功大决单位 反方一变同时也是今天的结变 李承哲 各位好 反方二变谢松龙 大家好 反方三变王毅行 各位好 接着请双方结变至台前抽签 决定结变顺利 建计 从本来的学历里别轻松 没有错 许长要在刷 有签结 不想被 bede 决定结却有反方先行 接下来 最后介绍本场比赛再次 本场比赛采新式奥瑞缸554字 也就是深论质询答辩各五分半钟 结辩识分半钟 提醒各位辩识英语主席唱名后 30秒内上台发言 否则主席将强制开始计时 主席台将于发言时间结束前 一分钟时按铃一响释放 发言前30秒时按铃两响释放 于发言时间结满时按铃三响释放 届时请台上辩识停止发言 最后提醒在场观众将手机调成静音 一面一响比赛进行 谢谢各位 本期宣布比赛将于明响后一分钟开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正方议变上台声乐 请正方议变上台声乐 各位好 宪法第十五条保障人民财产权有自由处分收益之权利 不受限制 以确保人民所赖以维系生存及人格能自由发展的生活资源 为此国家在限制人民的财产权时 必须符合宪法第23条的比例原则 不论是课征的理由手段公平性都需谨慎的一一检视 避免国家自意侵犯人民财产权权 再来跟大家厘清 税与捐在租税本质上的不同 税属于政府的统筹统支 并非先针对特定项目才决定要课征或加税 捐则是属于特别功课 总而言之 收入团项必须专款专用 且用途必须与课征的来源相关 二方将有以下三点论证 我国应调向燕品之税捐负贷 第一 燕品捐不符合租税正当性原则 四字五九三指出 课税所产生的不平等 若无正当性则违反平等原则 是否正当必须检视租税与规判目击间的关系性 现况阴害防治法第四条中提到 燕品健康福利捐50% 公全民健康保险安全准备 24%公产见疾病癌症防治 11%提供医疗品质 5%主帖经济困难者保险费 8%中央及地方长期照顾思源发展 经1%用于中央与地方撕烟茶器 及防治烟品税捐讨漏 现况底下的烟捐花费 根本用在与吸烟者无直接相关的支出 或许大家会认为 健保跟烟息息相关 但南华大学期刊中指出 健保的亏空主要来自民众药物滥用 政府不先解决主因 反而从烟捐下手 于心于力不应如此 甚至烟捐已经为健保养出 养出了170多亿的备用金 长照部分 在明人堂的报道上 温朗通学长就表明 吸烟者因寿命较短 使用长照的机率比一般人更低 长照想要解决的高龄化问题 不应归因于这些吸烟者 甚至美国研究 吸烟者因为早逝 整体的医疗费用还比非吸烟者低 平均每抽一包烟 约少1块美元的医疗费用 以上总统都发现 烟捐有为特别功课 需应用于 课征对象本身支援者 以捐的名义将 钱用于与烟 没相关的疾病毫无正当性 再加上吸烟者多是低收族群 这样的烟捐无事截平忌付 政治大学的论文指出 在台湾 低收的吸烟率比富人多了1.5倍 烟捐收入也主要来自底层人民 且随着烟价上涨 这样的累推性质逐年上升 穷人本来能看医生的资源就比富人少 不过的健保才会广受占预 然而烟捐的上涨 无疑事上穷人在贫病烟循环恶化 既然要健保预备金 长造亦或是辅助而造福利机构 属于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 本质是当代社会所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社会上的大众共享的社会福利 才原本就该由全体国民共同存担担 而不是借保护国民健康为理由 向社会的少数人克征水面 第二 克征高税捐将导致烟贫走私严重 捐上面的布公 使得烟价上涨 悲哀的是官逼民返 食烟者本多是低瘦族群 自然会寻找便宜的私烟 养大非法市场 没有政府把关的私烟 无疑是让人民吃披霜 私烟的敌癌元凶 交友比真烟多六成 使人上瘾的尼古丁多八成 使人重磨的一氧化碳多了一点三倍 重金属如生葛千 多了六倍之多 底层的人民就是直接的受害者 根据政治大学论文中指出 台湾现况的烟品市场充斥的 来自中国或东南亚大量走势的白排烟 吸食白排烟的最大客群为 对烟品价格敏感且收入较低 烟饮严重的燃领阶级 行政院调查也发现 美私为贫穷者就以为会购买私烟 更可怕的是 国家未来的栋梁 未成年在槟榔摊购买私烟时 八成都会打工的 由政府一手养大的私烟市场 在中华民国烟业协会 在2010年的资料显示 白排烟的市占率 已达台湾整体香烟市场的5% 相当于一亿包的走私烟充斥市场 而若以当年度的烟税计算 国库总共损失了 总共至少31亿的税负 即便政府努力查期 也只能压解其中一层 另外九成人流入市场 在过去 2009年烟捐调涨 私烟多了4倍 2017年烟平涨20元时 私烟也多了4倍 行政院就推估 台湾烟捐每涨5元 便会增加两层私烟 这不只发生在我国 在加拿大、美国、英国与欧洲 17个国家都发生相同的现象 在个案上我们也发现 烟害防治网中报道 北韩制造七星牌甲烟引进 应有低价优势 成功攻进东南部市场 居民表示 增烟价格太高 应便宜而会购买私烟 烟品税圈的初衷 是希望借由价格的提升 降低香烟的购买量 却因为价格过高 导致转为私烟的问题严重 一来是稀食的种量未必减少 二来是转为地下后的烟品 更加伤害自身 以上都是因为被租税不动 逼迫下而更不健康的人群 第三 税率太高导致税机流失 税收的高低不仅需考量税率 更需顾虑税机的流失 故税收与税率的关系 并不是线性成长 往往是呈现中型曲线 这就是所谓的拉筑曲线 而北大论文则指出 在考量人民因烟价太规 进而从往吃烟的变因后 可以发现最高点的税机 落在59.4% 也就是现行价格再少7元的价格 可以发现现况下的税率 已经落在曲线右侧并不是税率最自检 可见税率应该调降 我方式度如下 调低烟捐自白每包13元 并将专款之用途调整为 全民健康保险安全准备 残验防治三个用途 共上手术健保肠道等国家福利缺险 不应有保险的感谢 主持人 今天能不能給你 能不能再做嗎 那你是不是 就是生果的那一方面 然後落成了那個 落成了落許 時間到開始計時 郭文貴長各位 郭文貴長您好 郭文貴長您好 首先先跟您方確認一下 您方認為現況下 菸品的稅跟捐上面 是由於捐方面是特別功課 那在捐的方面 它主要產生的 主要產生的問題是 它使用的正當性 因為它後續回饋到 煙上面的 只有採氣部分 然後再來是 如果用到健保的話 其實他們也用不到 對 我方是這樣 那另外兩塊 對於稅跟捐整個來講的話 另外兩塊是 第一個是您方認為 這針對都是 底層人名上面去 進行這個課的部分 你認為這不符合 豬稅公平正義原則 不是 我方是認為 現況的煙稅 它會導致底層人的負擔過重 底層 所以你越調整 對他來說 他的負擔就越重 那請問對底層人的負擔太重 會造成什麼問題 對他來說 他今天本來不需要負擔 這麼重的負擔 你都知道說 我們這個社會上 本來就有所謂的不公平 就是有錢人很有錢 我很窮 那我很窮的時候 結果我還要負擔在 所以這個稅制來講 並沒有說有錢客人比較重 重或輕 窮人有重或輕的關係 不是 是因為他的 對窮人到底有什麼地方 是因為他的制度的關係 就是因為他無論你窮人有錢去買煙 都是課一樣的稅 會導致這個有錢 這個稅佔窮人的支出比會比較高 因為有錢人的錢 他錢很多嘛 那可是他可能跟窮人買一樣的煙 現在這邊跟你方要一下 大部分抽煙的人都是窮人資料配 好 我幫 我這邊只要告訴你說這個 就是 越窮的人就越愛抽煙 你像這邊他就告訴你說 1965年到1999年收入最高的 美國人抽煙率降低62% 收入最低的美國人確實下降9% 就是美國人即便在他 所以 先確認一下美國有沒有課 所謂的稅跟捐的問題 有 但我這邊 我先不確認 那下一層 這是美國的資料 我們來看台灣的資料 國民健康局指出 調長煙捐對弱勢族群之健康保護最大 其中教育程度低者降幅最大 國中以下教育程度吸煙率由72.7% 現在降到58.1%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民方所擔心的社會地下階層 其實更在那個 煙挺稅捐調長的情況下 他是最低的 沒有 民方的資料說的是 我唸給裁判廳啦 民方的資料是 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吸煙率 由72.7%降到58.1% 可是你沒有告訴我是 最窮的那一批人的吸煙率是下降最多的吧 我們剛剛談的是評估差距 而不是他的教育程度吧 教育程度不代表他就是平常的人吧 我們先確認是 在社會底下接群的人 他們在資訊接觸上面 或者是在其他機會接觸上面 較低的族群 學弟低的族群上面 他們 我可以承認 學弟低的人 像民方的資料講的一樣 可是你沒有證明到 這個 貧窮的人 是像民方講的一樣 他會不去抽的 你沒有證明到這件事情吧 好 那再回到 那窮人到底多抽了 錢多付了 又如何 不是 我就告訴你啦 因為 我今天去買一包煙 你今天有錢人 跟我今天窮人 去各買一包煙 可是 我的薪水比你的薪水少很多 所以對我來看那一包煙的負擔 抽煙不是人的必須要做的行為吧 所以今天抽煙多一點 你剛剛在跳點 不是 我剛剛詮釋的是告訴你說 為什麼窮人會覺得 每一包煙的煙菌一上漲 對他來說負擔都很大 因為他可能的薪水只有 那我先問你 窮人如果抽不夠多的話 這個就對他來說不是負擔嗎 什麼意思 我聽不太懂 對於你一方來講 負擔大於否是你抽的多不多 並不是他有錢不有錢 不是不是 負擔大不大 是因為他的可支配所得太低了 所以當你調掌厭倦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負擔很重 好那 那對不起 那下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窮人一定要抽煙 他不抽煙他就沒有所謂負擔的問題了 我覺得是他的選擇 所以寧方是保障每個人在這方面選擇上面 那你考量到窮人 就是重點是窮人上面他負擔力 所以你要給他選擇這樣 你也沒有要禁止窮人抽煙嗎 對吧 那我們換下一個點 是寧方在提出的是私煙上面的問題 請說 首先私煙的部分是因為他沒有經過正常程序跑才叫私煙對不對 重點是他沒有被課到稅 他是違法殆盡官的 所以另外一份資料是 其實海軍署官員表示現在查記了私煙上面 都來主要來自其實是東南亞國家 而且符合衛生單位相關煙品規定 所以在私煙上面 如果他就是我們所謂講的他 他只是沒有報稅的這種私煙的話 其實是安全的 這是主流上面在海關查記上面 我方這邊也有一份反正告訴你說 台灣走資香煙除了未遂香煙 就是你剛剛講的未遂香煙以外 有部分偽造香煙來自中國大陸 好 然後這種偽造香煙他的尼古丁多80% 雅花蘭多133% 謝謝 謝謝 各位好 國交等依據特定政策的目的需要 而對特定貨品課增工法上是負擔 例如特種貨物稅的飲料稅的課增對象 基於保障國民健康使用民眾減少含湯飲料的消費 以免新少年過度肥胖 因此對於天然蔬果汁、碳酸飲料等飲料品課稅 台灣在2002年之後開始推行淹稅跟淹品健康福利捐 經歷2006年、2009年、2017年的三次調整 目前的稅捐為每千支2590元 平台下大概就是一包要多50多元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底下我方想要先講第一件事情 就是對方沒有一開始講到的在燕圈上面的正剛性問題 我方完全認同 所以我方在制度上面進行跟進 我方目前廢除所有的燕圈 將燕圈的所要課增的金錢全部併入淹稅之中 所以現況底下在我方的世界裡面會有相同課增量的淹稅 就不會發生對方沒有所謂的燕圈 燕圈這些事情在專款中用上面 沒有辦法直接應用在抽菸用戶上面的問題 再來我方要開始論證對方沒有世界底下的避害 第一個 燕品對於個人跟社會都會帶來極大的危害 就個人的誠字而言 世新大學的研究論文指出 在點燃香煎的瞬間 並會釋放出4000餘種有毒化合物 這些嚴害物質包含肺癌、食道癌、口腔癌、膀胱癌 胃癌、胃臟癌、直腸癌都有顯著的相關性 以肺癌為例 金周刊指出 肺癌連續7年未居癌症死亡率的第一名 而抽菸便是罹患肺癌的罪魁禍首 根據董事基金會的資料 男性吸菸者罹患肺癌的幾率是非肺癌患者的23倍 而女性吸菸者罹患肺癌的幾率是13倍 甚至所有罹患肺癌死亡的患者 更有高達85%可歸因於吸菸 更要提醒大家的事情是 除了眾所皆知的肺癌之外 抽菸亦會侵蝕其他人體的器官 根據台灣菸草及健康圖見 除了肺癌 菸害還造成心臟病、中風、糖尿病、肝硬化、肺結核等疾病 無一器官得以幸免 所以難怪同分資料顯示 台灣每半小時就有一個人死於菸害 一天死50個人 每年累積的死亡約有兩萬人 然而最讓人擔憂的並非像菸害造成的傷害 而是吸菸者往往生在火坑卻不知覺 論文面指出 因為菸害是慢性跟成癮疾病 潛伏其常 這也是一般人認為菸害沒有那麼嚴重的主因 接著 我們以宏觀的角度去檢視菸品對周遭環境造成的傷害 科學施政指出了一件事情 菸不僅對於吸菸者本身的健康帶來問題 它會有所謂的外部成本 也就是二手菸 造成更嚴重的社會整體傷害 衛福部的研究指出二手菸會釋出250種物質對人體健康有害 其中各有93種致癌物質 因此世界衛生組織發現跟吸菸者同住 得到肺癌的機會 比一般民眾高出20到30% 更會患患冠狀動脈心臟病 以及臨病死亡的風險 無獨有偶 二手菸不只會加重孩童悸喘肺炎 肺炎 支氣管呼吸等疾病 更與兒童白血病 淋巴瘤等重大疾病有顯著關係 為了治病 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社會資源在擬平這些疾病問題 加上生產力損失的間接成本 計算之下 每年對社會帶來的負擔更高達1094億 如此龐大的數字 實在是社會難以承擔之中 因此我方認為這些稅收 用來去彌補抽菸者所帶來這些外付成本 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 為了因應此問題 政府從2002年開始對菸品加以課稅 在這個財產負擔的方式以價值量 抑制人民對菸品的消費 並得到良好的成效 從風傳媒的資料中顯示 青少年抽菸的比率 會受到零用錢跟價格的影響 隨著零用錢變多 也會提高 表示價錢 確實是影響吸菸率的一大要素 而突然的結果 也在香港 新加坡 新西蘭 法國等國家得到證實 各國皆透過增加菸品負擔降低香菸的使用率 目光拉回台灣 衛生所統計指出 98年菸菸調漲10元後 成人吸菸率降幅高達8.7% 紫菸總消費量降幅高達13.6% 從22億包降到19億包 成效非常卓越 而在2017年的菸品上升到20元之後 稅捐也不負眾望 確實帶來顯著效果 106年菸品健康菸分配報告書中 菸菸調漲後 戒菸服務人數較去年上升了29% 當中更幫助了超過5.5萬人成功戒菸 可見以價質量 無論在降低菸害上面 或者是在改善大家的健康方面 都有非常好的成效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都沒有人論證 都沒有人論證 他們講到最大的避害來源 其實是來自於抽死菸這件事情 那我們來看看兩件事情 第一個 私菸的影響到底有沒有那麼可怕 我們現在看第一份資料 這份資料指出 在私菸進入台灣的狀況底下 雖然大家可能會轉去私菸 可是在這份資料裡面顯示 這個他們在考量走私菸品 之後所做出的分析 發現它的平均價格彈性 價格彈性指的就是在 需求法則底下的斜率 這個斜率依然是屬於負值 也就是即便加入了走私菸 那些會因為價格 而不去西菸的人數還是比較多 所以導致這個價格的增加 確實還是讓西菸的人數變少 而第二個部分 都沒有講到雖然有某些仿冒菸的存在 可是這個仿冒菸實際上 在我方這份資料裡面指出 它其實只佔整個市場裡面的0.2% 也就是千分之二而已 非常少數字 而大部分進來的東西 是屬於白排菸 白排菸的進口方式 是把那個菸品放在 其他合法的香菸裡面 一起投入進來台灣 所以它其實就是那些其他合法的菸品 只是沒有申報 不想付關稅跟不想課稅而已 而最後一個部分 我方要講的東西是 就算那些劣質菸 其實顧客也不會長期使用 這邊的資料使出 住在高雄的一個阿伯 形容抽這些菸也就是劣質菸的感覺 這非常嗆辣的 因為裡面往往有殘或是蟲卵其他的東西 會導致它在吸菸的時候產生其他的物質 以至於它在吸的時候非常不舒服 因此他們根本不會長期使用這樣的菸海 只是抽了一次之後就不會再繼續抽了 會尋求其他比較健康比較正常的白排菸 或者是一般的菸品 所以在健康上的問題 我方認為根本沒有這種 別有所論述的這麼嚴重 最後我方要提到一個東西 菸品健康菸其實近年已經創立年薪高 最高的收積量 根本沒有睡省減少的問題 謝謝大家 請正方宣傳的上纔盛 焦貸您好 確認一下您方的製度 所以您方現在 因為也承認正方正當性的問題 所以您方現在變動現狀 所以民方承認你現在掉了推電了 你也沒有推電 你是另外一個新的正方 我們在雙方比較世界的利大利益 正方也可以透過檢視你的方式去檢視你 雙方共同檢視 確認雙方世界誰利大利益 往下來討論 因為剛剛確認雙方制度差異 反方的制度是每單位2590的淹稅 都是放在淹稅 都是統收統值 正方剛剛原本沒有廢掉淹捲 只是調低淹捲而已 所以正方現在也同時跟進 也把淹捲廢掉跟你一樣 全部變成是統收統值 所以我們全部只是討論淹稅的部分 所以我們只要討論淹稅 而且都是統收統值 而且接下來雙方制度的差異只有一件事情 我的錢比較多 你每包淹多比正方客了7塊錢 所以雙方只要比較 這7塊錢直接差異 OK喔 很小 只要增7塊 好 往下去認 來 跟我看這份資料喔 這裡教註你說 淹久稅他課徵的目的 除了後面講社會政策以及預盡餘生之外 還有另外的目的是財政目的 對不對 所以財政收入原則 所以你剛剛知道財政收入原則是什麼嗎 就是我們要課一個稅稅 還是要考量他能不能收到更多的稅金 那你幫你舉證稅前有優勢的現象嗎 來 跟我看這份資料 好 等我一下 在這裡 這裡 這裡 這裡倒數如說 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顯示 在2010年的時候 有效稅率是51.9% 根據本文的方法研究的結果 曾到U型的左側 未來如果再增加13元 就是最有效的稅量 先確認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他預估會到U的右半邊 對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真的再加了20元之後 到U的右半邊 2017年調漲淹稅漲了20元 就是我們現在的漲 結果他的健康福利捐居然是歷年新高 302億 表示你的估計是不準的 因為他只是跑模型而已 實際上根本沒有到右半邊 不是 這裡告訴你說前4月的這個 菸酒稅跟健康福利捐到歷年最高對不對 您方知道淹稅雖然有漲 但淹捐其實掉嗎 沒有這沒差 因為我們現在淹捐跟淹捐合併了 我的錢就是比你多 為什麼沒差 因為淹捐跟淹捐合併了 總體就是漲了 所以我們現在雙方世界都沒有在討論淹捐 我們淹捐就是多了 好我先確定一件事情 你這份舉證是 檢舉證在這個 我知道這份資料怎麼猜了 來來來來 先要把這種話講出來 這是你在心裡的 OK 來 來 您方知道 之所以在原本的時候 原本的時候 其實在剛調生淹稅的時候 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剛調生淹稅的時候 因為調得很高 所以大家其實都 前面都害先囤貨對不對 所以呢 囤貨之後 導致了後面淹稅的減傷 可是這問題 還都沒有確認一件事情 在U型曲線的右半邊 是您發負舉證責任 而這塊 不對 你也要同時負舉證責任說 你會負到更多錢吧 沒有我方沒有想要掙 我方會賺錢 那是您方想要掙的力 好 好 那我先確定一件事情 我剛才告訴你說 在調漲淹稅之前 因為大家知道要調漲很多淹稅 所以買了很多淹 買了很多淹 您正要來一個變因 可是沒有論證成功 我們在U型曲線就半邊 那我想問 不對不對 我現在要問的是 這份資料 他說歷年新高不準的原因 很簡單 你知道我剛才前面說 大家會囤淹對不對 是啊 所以之後 剛調漲之後的淹稅 跟淹菌是下降的 因為大家都不抽正牌 不抽新的 必須刻更多淹菌的 那他為什麼淹菌跟淹稅 會長的這個情況 所以這份資料 是不是在囤貨的效果結束之後 才出現 不對 您方得先論證囤貨的狀況存在 而且知道您方自己的說法 在囤貨的狀況 根本不會上證 因為他會買白牌淹 不是 是囤貨之後 產生的問題 這件事情是您方要證 前面 不是 而且 另外一件事情 你只是舉證 我先確定 另外有一個囤貨的因素要考量 還有在這邊 你舉證是前四個月的淹酒稅 跟健康福利圈 只有前四個月而已 你也沒有比較到整年吧 不是 我方這份資料只有要擊破一個東西 我們不一定在拉普局 有版面就這樣 不是 我要問的問題是 你這份資料也沒辦法直接挑戰正方的舉證 原因是因為正方的舉證是 討論一整年的稅收 你的拉普局限是預估的模型 可是實際上 剛你收到的錢就是比較多 對 我方沒有想要舉證 稅期會留 我先確定 我先確定一件事情 你在舉證的這件事情 是舉證 前四個月確實是歷年行高 同期之間最新高 那你有沒有舉證後面一樣高 我不確定 不確定 所以你也沒辦法 你這份資料也沒辦法直接拆掉我的拉普局限 不對 拉普局限的效率已經不見了 因為它不一定 沒有 我方已經講 如果你的舉證也不一定的同時 研究結果告訴你會減低啊 不是啊 研究結果跟實際發生的狀況 對 我們現在討論 我想問您方 正方只調了七塊錢 我想問 以價質量的效果減少多少 不確定 為什麼不確定 你要證明你的利益 你比我多七塊錢 你覺得你會以價質量的效果 你要問的效果是什麼 因為效果有很多 大家不想抽菸 謝謝 我方一面考人沒有論證 謝謝 請正方二面上台聲音 謝謝主持人 各位好 首先再來解釋� Bill 摩憲 崔 drew 読 他方今天告訴我們說 不應該要調强碾 壓飛感的原因 有几个,第一个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抽烟有弊害,它很可怕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健保支出上,会有健保支出上升的状况 然后第三件事情是告诉我们说,会有饮家质量这个状况 好,那其实今天双方都可以承认一件事情是抽烟的这个行为 其实对于国民的健康上面是有危害的 可是现在对于国民健康有危害这件事情 我方认为今天抽私烟这件事情 它可能会导致对国民健康危害才能更严重的影响 而他方认为可以透过饮家质量的方式减少国民去抽烟的这个状况 那所以在双方的世界就要比较谁的状况底下 因为抽烟而损失健康的人的这个状况比较轻微 好,没关系,现在往下解释,今天在守直的时候 我方对对方被有提出的挑战就是睡肌流失的部分 好,在睡肌流失的部分,我方前面也有举证 告诉大家说,从经济模型的这个拉伯曲线的这个曲线来说 它的最试检其实是,我方现在调的这个钱 就是比现况底下每包一样还要少7块钱的税就会负贷 这是现况底下的最试检 那对方被有,他们提出一个举证 就是我说,在2017年调上淹税之后 反而它收到的税收是比较多的 可是我方认为资料告诉大家的事情是 它的前7月的税收是166亿元 166亿元,比去年的同期减少99亿元 可是今年的7月份,就像我方刚前面拆解的一样 它是因为过去,就是在知道淹税要调账之前 民众他会有个预期心理,所以他会先去囤货 那在囤货的时候,当然淹卷跟淹税收到的是比较少的 所以你不能拿之后,我现在囤货的这个淹量已经消耗完了之后 收到的这个淹卷淹税的这个钱来做比较 就是现况底下专业有它说,淹卷跟淹税确实收到的钱是比较多的 可是这个收到的钱比较多,是因为民众的囤淹的这个量金就完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比的是跟民众囤淹的这个情况 之前收到的淹卷跟淹税这个情况做比较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况底是现在这个研究他指出 在前七月的这个税收是因为囤淹的关系 所以这个税收变得比较少 那可是从今年7月,2018年7月开始 税收就变成27亿元 比前七个月每个月平均收到的税收来得更多 可是跟往年比起来,往年最低最低收到的淹卷税的这个每个月的平均比起来 这个27亿元还比往年最低的28亿元来得更少 所以确实专业有世界底下的税低流失的问题还是存在 好,那再往下来看抽烟的这个部分 专业有告诉我们说抽烟的问题很严重 所以他方觉得不应该要调降淹卷淹税 可是我方认为是如果今天 对,今天我方在前面邮论这个告诉大家 在现在的状况底下其实是越穷的人他们越容易会去抽烟 那越穷的人越容易抽烟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是对于低下阶层的人来说 他们对于抽烟的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轻易的避免抽烟对他们来说的影响 好,那在这个部分先确定 那对于这些人来说 我方认为降低了烟圈、烟水负担之后 可以避免他们去抽滋烟的这个状况 因为大家都知道囚人对于这个价格比较敏感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对方便有了事件 烟圈跟烟水调账之后 囚人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负担得了 那没有办法负担的时候他只能去转而去抽资烟 所以虽然我们前面可以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在表面上面这个烟的消费量好像比较减少 可是这四件事情不代表说 人民他的抽烟的这个 抽烟的这个量会比较少 那我方的举证就是告诉大家说 在现况底下就是很多的走私烟他都来自于中国 那我方这边还有另外一份资料告诉大家说 从中国来的走私烟 他的胶油跟他的这个尼古丁的含量 是高于一般的烟品的百分之一倍以上 就是百分之一百三十三倍 所以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 即便在对方世界底下 虽然排面上好像抽烟的人数变少了 但是那些变少的人他反而是转去抽资烟 那我方还有另外一份经济模型告诉大家说 在这个价格曲线的方面 如果没有考虑到走私烟的部分的话 价格曲线是负的0.4多 然后在考虑走私烟之后 价格曲线变负的0.2多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 这两层的中间这个两层的落差的人 他们跑去 这两层的落差 就是代表说 这些销售量的人都跑去转而去私烟的市场 但是我方前面告诉大家说 尼古丁跟胶油含量是私烟的状况 比较严重的状况底下 我方认为这方面有他认为 维持现况底下的烟均烟税负担 可能可以减少表面上对于 这个大家对于烟品的销售量 但是这件事情反而会转移到更严重 对国民负担更严重的这个私烟市场的时候 我方就认为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 那再往下来看第二块 是我方今天在前面开稿的时候 也有对于出税正当性的部分提出提议 就是现况底下 其实对于特别工会有个要求 就是他必须要是有相关关 要有相对关系的人才可以克罪捐负担 去做对他有相关的那件事情 可是专门彬奥他们现在想要 对于抽烟的人克罪 他们是要拿来做什么 大部分的钱是拿来做健保 大部分的钱是拿来依族健保 可是我方前面也有告诉大家的事情是 这个健保它里面有百分 健保它大部分的支出 不是来自于抽烟的这群人 健保它大部分的来 它大部分的花费是来自于 比如说做健康检查 或者是他比如说看一些其他 你明天是跟烟没有什么相关的时候 我方认为他前面 诸穿正当性的地方没有过 谢谢 谢主席各位好 先确认一下宁方的制度 因为宁方刚刚在宁方三变子群的时候 有把宁方的制度更动成 就是都以税为主而不再有捐了 然后宁方制度也都是以税务为主 所以在捐的不正当性上当中 宁方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吧 宁方后面税的那一块应该是没有效对吧 对 好不好 所以先确认一下这个是 宁方这些小错误 好 没关系 那我们先确认一下宁方的制度就好了 税它也有一个就是 它有指定永远税跟一般税收的 总之你们怎么样 我们跟你一样 就是应该是没有太大差异 好 回到宁方西一论是能论你进行讨论 因为你讨论税收的问题 那宁方的唯一一个倍数的资料是说 其实我刚刚看过来 就是北大的论文研究出来的 税势税率对吧 对 那你确认一下 所谓税势税率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就是收超过那个的钱的话 它可能税机流失 所以导致它总体来说 收到的税会比过去来的更多 所以它评估这个模型 需要考虑说很多变因 包括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 对吧 可能是啊 那先评论一下那份资料 我刚刚看过是102年度的 所提出的资料 那我们看一下这份举证 就是在105年度的时候 就有实施一个新的 烟品经济执行方案 就是在茶器上的执行方案 所以它要把现在的茶器密度 变高这边你考虑进去吗 什么意思 希望你下的茶器的方式密度 它包含他们可能会增加减取的奖金 从原本的没有变成480万元 或他们执行传案小组 利用走私渔船的航机大数据 去勾勒出那个走私的船项 所以评论一下这样子的制度的更新 他们有考虑进去 对吧 什么东西没有考虑进去 就我方制度更新 不是不是不是 你说那一份北大的论文 是102年做的资料 然后之后对于走私跟茶器方面 有更积极的作为 所以这个东西是新的变形 可是我方还有另外一份资料 告诉你说 没关系我们现在北大的拆完 先把北大的拆完 所以那一份顺利 假如在走私的密度变高之后 是不是最次顺利应该会变更高 因为现在大家更不敢走私 因为走私的密度变高 因为我方的资料是说 从2008年的时候 台湾就已经加强走私的方面 因为那个时候 2008年的时候 发现邮线它会以小量 没关系 可能之前有在走私上 有贡献我方知道 可是没有考虑进去 那个是否要加七块 你放到重新的评估 好 那你方刚刚说的 第二份资料是什么 第二份资料是这个 就是你方刚不是拿了一份资料 告诉我说 比起过去来说 税收变得更多了 我看一下哪边 所以是税率吗 对 然后这份资料是 针对你方刚刚出了这份资料的回应 是说 就是在这个是 2018年 已经 8月的资料 然后他说 在过去前7月的税收 是166月 所以比起过去来说 来得更 好 那可以借我方 请证一下这份资料吗 没有这份资料 好 那先确认你跟资料 就像这份资料 那我在网上 第二份论点 在你方说 会有资料的部分 情况底下 先确认一下 你方收人数 变成当人一方 不是在税率的 在他收税的方面 你方病毒比无法要来大吗 因为我们在收税方面 是违线状 你们是奖金七块钱 那确认一下 你们奖金七块钱 可以让你们期待 可以让原本有 抽资料的人 变成不再抽资料 对吧 是你方想要论证的利益 对啊 那想确认一下 这边有任何的 举证资料吗 这个部分 没有这么直接的举证资料 Kenture有没有举证资料 所以现在要推论 对对对 所以你方猜想 可有更多的人 可能从原本的时间 那个本土下 跳投出来 对 好 顺便是猜想 那我们先确认 好 那再我往下 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另外的 就是不是那么直接的举证 是间接的举证 好 那我发现看 好 就是现在的穷人 其实对价格的敏感度 比较高 所以他可能会因为 因为调降的关系 所以他会转而去抽 这个正牌的烟 那我帮你一下 那你方可以问下一个问题 好 那先说一下 在吸烟导致健康权部分 你方刚在十论论当中 没有把所谓戒烟的人士 那我进来讨论对吧 戒烟的人士 对 就是我方可以举证 这方以下就是 有些人戒烟的理由 就是因为现在的烟架的调整 所以在你方心底下 只要调动现在的烟架 他是不是原本想要戒烟的动机 就没有了 这也是你方假如想要更多事物 在健康群的双方要重新做的评估 不知道这个是双方要比较 你方也要比较说 有些人可能戒烟成功 没关系 就一下是双方要比较就好 对你方刚刚没有进行讨论 一来是要确认那个数量 就是到底戒烟的人数是多少 没关系 再往下 再往下 像我方一边稿就有说 就是今天在烟 你方刚也有说 他有分成所谓白排烟 可能是相对走势进来 他都健康的疑虑 然后又说是反冒烟 但你能确认一下 你方可以举证 多少抽丝烟的人 是抽你方 所谓的有伤害的反冒烟吗 多少有抽 对 他先抽丝烟 他可能都是一些 没有什么伤害的白排烟 那想请问一下 这群人有什么避害 你说一般的白排烟吗 对 那这种没有办法管控 所以可能会造成睡肌流失啊 好 睡肌流失是另外一块的论点 想确认一下 在健康群的部分上没有避害 那你确认可以觉得到 多少人避害就是前面那一块 就是有些人来说 比如说东北南都中南亚白的 我的问题是 到底有多少人去吸那些 你觉得有伤害的 那个什么 味噪烟 我没有办法举证 刚才会有个问题 那我再往下再比一个 先确认一下 今天双方比较的 时尚的差别是一个人 他从原本的抽烟 变成不抽烟 这我们可能得到利益 对吧 对 那你方认证是 他从原本的抽烟 变成抽丝烟 想确认一下这个gap 它所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你没有知道去举证说 多六倍的尼古丁 或是多八倍的胶 造成什么 实际上的身体的伤害 因为我方前面有举证 西线会导致一些癌症的 对我知道 你方说我方举证 责任说要证明 这个程度的部分 可是反过来说 你方也要证明告诉我说 他从抽烟变成不抽烟 他直接有没有变的 我方外面搞中天都在举证 这边 我方 剩下你方跟有自己举证 我方合理想象 他见他做后面的比较好 合理想象而已 因为你会来说 剩下你方没有资料 谢谢 他怎么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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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牌烟其实只是跟正常人烟品没有相关 健康上面疑律其实是符合现在所说的标准 所以就算转去抽这种白牌烟 也在健康层面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 相对的是睡觉的部分 第二块是抽黑烟的部分 它相对人数是相较更少的 再来就是在实验这一块的部分 在实验这一块的部分的问题 在对方上面其实并不能正成长 它的这0.2消失之后到底会造成能量变化 对方并没有进一步去证明 再来也是今天对方差了这7块钱的部分 我方前面也有提到是 在他原本调升之后 先就最近来讲好了 在我方前面也有提出 在新课程也就到20块的时候 其实他的最近还是创新高的 所以在睡觉的部分流失 对方也要再进一步去证明 下一块是 下一块是今天他原本调升这7块钱 让原本抽烟人民转去戒烟 或者转而少抽的这些人 对方没有再开放之后 这些人他的推力消失了 所以在健康方面 其实对方在戒烟的人 或者是少抽烟的人 其实对方在选择调降的时候 对方的利益就这一块 反而是在健康上面 他没有办法打到烟水 没有要想要保护的部分 所以健康上面的症犯 其实会损失更多的 那再来是 其实在日烟的部分 其实我方出扣子 我方也有资料去证明 是欧洲其实以法国跟西班牙群座比较 西班牙他们也都有扣增烟水 但是西班牙烟水较低的情况下 他走失还是偏高的 那相对他们那份报告找的对照组是法国 法国他课的烟水也是相对高的 可是他走失的情形并没有比西班牙明显 是因为法国在查契失业认部分跟查契走失的部分 他其实做的是 他的手段比西班牙好来得多 那在后续是 近年105年 台湾也有在走失方面去进行更进一步的升级跟计划 让查契的部分他是加强的 那也就是说台湾现况下所进行的步骤 其实会符合刚才前面欧洲所做的比例 也就是其实今天事业的问题重点是在查契 有没有查契与否查契有没有够到点 那在现况下其实是有证明他有提升的 那所以其实对方在试验的部分这样来看是 总结第一块是其实如果只是丑白排验的话 并不会太造成生体的健康 但甚至是总体而言来讲 现况下的制度也能有效去消除CM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其实今天在这七块钱上面 到底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计价质量的话 其实在106年105年他去做比较上面 其实在不吸烟人口上面 他其实有从84.7%上升到85.5% 所以其实在现况下 现况下涨税金的部分 其实依旧有达到以下质量的部分 只是的确他的幅度会并没有 可能没有以前样的明显 可是从现况下的资料 其实也能够证明他在以下质量 也有达到一定的效果 所以其实总结来讲 维持现况下的制度 对对方所提的CM的问题 或者是宜家资料不明显 或者是税金有事的问题 其实现况下我方的资料都可以去证明 其实并没有对方所担心的理由 所以在这部分 我发现我应该是要 不应该怎么讲 谢谢大家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請問一下 專門你好 首先先跟您幫確認一下 現在討論的標題很簡單就是兩個 一個是睡劑的流失與否 跟大家的健康問題 就是簡單分這兩個部分 健康的部分因為您幫會移加資料 我方普通就告訴你說 價格的效果可以讓它去抽食鹽 確認一下 現在就剩下這兩個 就是剩下睡劑流失跟大家健康 對情況下的制度所做的公開 雙方世界下剩下這兩個討論 沒錯吧 OK好 往下 先跟您幫討論一下睡劑流失的部分 您幫剛剛是不是舉證了一份資料 告訴我們說 告訴我們說 淹稅創新高的資料 對 那我方來看一下那兩個資料 時間是什麼時候 就是在2017年 調查淹稅之後 在前四月 就是前一季的部分 好 這邊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我方前面已經告訴你了 這邊會創新高來自於前面已經屯淹了一次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原本 我方剛剛已經告訴你 有個拉幅曲線 有個最市值在13塊對不對 那淹稅是20塊 可是 這裡所比較的 那個 創新高 它的新高 是跟誰比 其實是跟原本0的時候比 可是你加了20之後 對 也就是說 在一個拉幅曲線上面 我方的13塊可能在最高的那個點 那淹方的20塊雖然一樣在 雖然不是在最高點 在右邊 可是 比起原本沒有加20塊之前 當然是 比起原本沒有加20塊之前來的高啊 我們現在的當然不是跟 它創的新高不是連投放的高比 可是前面也有漲5塊 找10塊 就是先往下達的 你沒有聽懂我意思 就是 在淹方那個調掌淹稅20塊之前 是 0對不對 是調掌0 對不對 是啊 不是啊 好 你聽我說 我詮釋給你聽 它這邊的唯一的一個變因是什麼 是 當時 2017年調掌的淹稅多了20塊 那我方的資料就已經告訴你 雖然 調掌20塊之所以會創新高 是因為 它跟以前比的時候 以前沒有多調掌這20塊 那在那個拉幅曲線上面 多了那20塊之後 確實比你原本 原本來的更高 可是不會比我方調到13塊之後來的高 我方的意思是這個意思 你媽有聽懂嗎 就是 可是 所以淹方認為我們是 如果剋13塊 會更高 也就是說 一個拉幅曲線它原本有左邊跟右邊 那 跟一個最視點 可是 原本0塊的時候在右邊 那這邊我做的結論是 跟淹方20塊在左邊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淹方的20塊在左邊 所以 它從右邊到左邊之後 當然可能還是比0塊那邊來的高 可是不會比我方所講的那個13塊更高 可是 淹方沒有聽懂沒有關係 往下 所以我先確認 淹方是想要收更多的稅金 是這樣嗎 對 我方就是覺得 好 所以淹方現在已經 確認是 淹方想要收更多錢 我方就是想要收更多錢 沒有錯 來 就是淹方聽不懂我方的說法 我們看實證資料 因為就是淹方沒有流失 所以雙方的差別是想要收更多 我們看資料 我們先確定我會不會收更多好不好 先確定到底我會不會收更多 這份資料上面告訴你說 它這份資料統計的時間是102年 你剛剛也檢視過了 102年的時候沒有你方的20塊 然後也沒有我方的13塊 那這個時候 它的錢是在6.945 它的單位是百萬元 就大概600億 那在淹方20塊的時候 20塊都是650億 那相較之下 相較之下 它本來就 相較之下 本來就已經比原本 調轉20塊之前來得更低了 而我方也告訴你說 這13塊其實在它的模型上面 是最高的 就是實證資料來講 所以就沒有流失 所以淹方只是介意是13塊可以收更多 但是現在20塊不行而已 我方說過了 淹方那個20塊 是跟沒有漲20塊之前做比較 不是跟我方13塊做比較 所以它的稅基一定是比我方來得更少的 然後我們確定一下 第一名新科就是跟之前課10塊課5塊比 好 淹方沒有聽懂 我們就確定一下 我方到底能夠比淹方多收多少錢 在這份資料上面告訴你說 我方的制度會比淹方多收50億 可以確定吧 只是淹方20塊跟我方13塊 相差是50億 可以確定這是淹方 在模型上面是這樣 沒有錯吧 只是淹方覺得有別的變因 對不對 在模型上面是這樣 不好意思 在模型上面 對 模型上面我方比淹方多50億 可是淹方告訴我有其他變因 所以淹方覺得其他變因會影響 我們來檢視其他變因好不好 先確定這50億 模型上面我方是比你多的對不對 OK好確認 那看一下淹方的變因 淹方剛剛說有加強茶器對不對 我方想看一下 到底為什麼加強茶器 對於睡肌的流失有影響 可不可以證明 加強茶器跟睡肌流失的影響 關聯性在哪裡 加強茶器上面是淹方所擔心 調漲之後試驗比例會增加 但其實不是 所以確定 所以淹方沒有提出 跟這份資料模型以外 任何其他變因來詮釋說 睡肌是你方比較高對不對 沒問題出任何其他變因是不是 睡肌我方到底是不是最高不是重點 我方你 因為我方在發最重點 謝謝 直接到下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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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其實這樣比賽的增點其實變得很小 因為正方增進了反方所有的政策 而且只有討論差幾塊錢 所以這個差異其實非常小的同時 我們來看正方為什麼覺得能夠證明到更多的稅收 先確定一件事情為什麼增到更多的稅收是一個利益 來自於是說,因為我剛才有舉證說,現狀之下課徵厭久稅的原因 目的來自一,鬱禁於真,就像他方所說的會有移架質量的效果 或者是像我方所說,他可能有財政收入的效果 所以整體來說,我方認為應該在這兩個當中去做衡量 到底到底是財政收入更加重要 還是反方所說的鬱禁於真,移架質量來更加重要 所以來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先來看我方剛才說的這件事情 我當然已經承認,東方併有所舉證的那一份資料說 已經比過去同期都來得更高,沒有錯 但是原因是來自一句是什麼 因為我剛才有這份資料說,它其實是一個倒U型的曲線 所以在過去的時候,還沒有調20塊的之前 假設在2015年的時候 它的情況之下,它的稅收本來就會比較低 比起它的這個情況出來,會來得更低,沒有錯 原因是因為在那個時候還在倒U型的左側 而且是相距這邊,這裡差了13塊,這裡差了7塊 所以整體來說,這邊距離鬆群起線的最適點是相距比較遠的 所以對它來說,它的整體來說的稅收確實會比起 這個墜市稅率來得更低,低很多 而多增加的這7塊錢,它也只會在中心裡面往下下降 但是因為這邊下降的數量會比起這邊的下降出動來得更少 所以整體來說,我也可以承認在整體的墜市稅率當中 因為它有調漲,而且還沒有調漲到超過 比這個時候的稅收來得更低的情況下 所以相較於過去的同期稅收,確實我也承認會來得更多 但正方的意思是什麼? 正方的意思是,你這裡還沒有到最適稅率 真正到最適稅率的時候,正方可以相較於他方的情況下多收50億元 所以正方確實已經可以成功的利益 原因是因為那份資料不能夠完全的詮釋成功 他那時候已經不能去拆掉這份最適稅率的舉證 原因是因為他沒有調太多的同時,他也不會低於原本的稅收 所以再往下確認一件事情 正方能夠在這個情況之下得到更多稅收的同時 來看本方移架質量的效果 移架質量的效果,其實正方有兩層削弱 第一個削弱是走私淹的部分 但這個待會再談,我先舉證一份資料 原因來自於說,這份資料在說,雖然是研究回顧 但是他這邊寫說,研究的結果顯示 他考量了分析國產跟進口號各個價格帶 他有五個燕商跟其他小廠牌的四戰略的三個方面 來進行的影響來探討之後 研究結果顯示,調整幅度緊骨原石 對於燕瓶的消費抑制效果並不顯著 所以在這件事情,正方其實相反推回來 就是當調整價格的時候,你調整越多 像是在2016年調整淹稅的時候 一次調一包調20塊,大家會很有感覺 所以大家減少的消費量會減少一次減少是非常多 但在正方的情況之下,我方只有調低他7塊錢 所以整體來說,對於消費的增加 就是在燕瓶的部分,消費的增加 那其實不像他方想像中,用一般的彈性價格的方式 彈性價格就可以去預估了 因為這份資料告訴你說,調比較少的錢的時候 對於整體消費的影響其實不顯著 再往下一格層次的消弱是,一個方面是說正方調的比較少 所以對於消費的增加不會那麼明顯 其二是,對方並有說的是,我方說的是走私煙的部分 因為我方剛才也有解釋說,走私煙的部分 因為你雖然會意識到大家在檯面上的消費量沒有錯 但實際上可能因為他檯面上雖然沒有消費 但他去消費走私煙的同時 你也無法增加這個部分的健康,減少這邊的健康風險 所以整體來說,我方認為這邊是打紅的 原因很簡單,一方面是他的消費的減少 正方的消費增加沒有那麼多 同時又有在走私煙的消弱 對方沒有對於走私煙的工房是說什麼 他如果是,你沒有考慮在我更加強茶系走私煙的時候的便利 但實際上中央表完全沒有仔細看這份資料 這份資料的計算方式,就不是用茶系量來計算的 他的計算方式是用空盒或是用收集大家的抽煙碗的空盒來估算 或者是他用另外一種方式是走私報關的差異 以及他用另外一種方式,他用的是大家的消費量 就是所有家計所得去消費煙品的買煙的那個錢 去扣掉現狀之下在正牌煙賣出的錢之後 去預估出中間的差異量 所以正方的計算方式是直接從市場上去股算的 而反方提出的變因是在進入台灣市場之前的那個變因 所以整體來說我方覺得這份矩陣他其實已經考量到 不是考量到,是本來他在預估走私煙的數量的時候 他已經避開了反方所說的那個茶系時間的狀況 所以整體來說我方覺得在財政收入以及在他方所說 一架這樣國民健康上,我覺得一架這樣國民健康上可以打股 因為消費的增加沒有那麼多要走私煙的關係可以打股 但正方確實能夠增加一筆稅收更符合現狀之下 延九歲的地方 謝謝大家 2008年,就是107年以前 但是我們在107年以後 財政部查資走私毒品的經濟資金方案 完全改變了現況底下 在淘稅這件事情上面的成本高低 所以請問這樣的狀況底下這個拉伯局還能夠使用嗎 原因很簡單 你看這邊,這邊顧貨的方式就已經跟你從進入市場前的茶系無關 他是使用家庭調查、銷售資料的估計稅收 那在這樣的狀況底下,我想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他完全連茶器成本都不能算進來 這個拉伯局還有什麼意義 就是如果他連茶器成本這件事情在一般人的問題 這會被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走私燕商 我會不會考慮茶器成本,一定會吧 對,對,對 可是你說這個資料反... 居然沒有把這個東西納進去 那它有什麼意義 它天然納進去 原因我現在解釋給你 沒有這回事 所有的便宜一定是要組裝被納進去的 這裡可以天然,規避的原因很簡單 讓我念完 他說使用家庭調查跟銷售資料估計稅收 什麼叫家庭調查 就是我現在不是有家庭收支調查,稻告嗎 所以他是從裡面去估算 每個家戶對於菸草的消費有多少 再總合起來 就是所有在大家消費菸草的數量 讓我解釋完 所有消費人數量是多少 之後去檢調 在正牌菸銷售的數量有多少 之後去估算中間的差值 所以在講的是 我實際去購買走私燕的比例有多少 但這個時候就不會是在你講的那個進口的時候 只進去購買走私燕的比例有多少 跟它進口的量以及現況底下 它會都有影響性 都應該被納入邊緣考量 先確認女房解釋的非常不清楚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效益 還有一件事情 就算進口都變少了 市場沒有說起來是一樣 來 裝表繼續看第二個東西 在你方的這份資料裡面 他提到的其實也不是現在在往下 他提到的東西是像我方一開始提的 他前四個月往上 然後這個月好像存延到一個影響 又往下 然後又往上 請問這東西到底怎麼解釋 我們現在在拉布學院的哪裡 不是 不是 我在講的是 我方已經拆解那一份資料沒有效益 因為你方沒有納入邊緣 有 原因是因為 我現在確認一件事情 你到底要跟我討論 我們在最值點左側右側 還是要跟我討論這份資料 我覺得那不重要 因為你方完全震不出來 我現在解釋給你 你又不給我解釋 又要跟我討論那份資料 這兩份資料共同 證明一陣子就你真不出來 不是 不是 是這樣的 這份資料在討論拉布學院 可不可以失用 可是你那份資料是來 駁斥我的拉布學院 沒有 我居然不用這份資料 他已經被駁斥掉了 因為你方沒有考慮 我要解釋 你又不讓我解釋 他為什麼可以排除你 沒問題 我現在裁判已經有想法了 那我現在繼續問下去 這個部分 您方證明我方的避害來自一個東西 叫做您方認為我方的世界底下 會有所謂的這個私菸的問題對不對 私菸會進入 我方的私菸會進入 我現在已經沒有主張私菸的健康危險了 我現在主張的是 私菸是削弱 會老老是滑落稅對吧 對 削弱沒有解釋 確認一個問題 您方的世界裡面 您方只比我方第七塊 對 他是不是還是比他更貴 對 那都沒有確認一個問題 您方論證的事情 不是我一開始只提升這個價格 而是您方是從我方現在的二十塊降到 降七塊錢變十三塊對吧 對 總朋友確認一下 你降了七塊錢 可是他還是比私菸貴 那為什麼那些私菸 原先吸私菸的人會轉回來去吃核發菸 按照你的邏輯 現在的私菸價格就是二十五塊一包 然後你只調了二十塊一包的同時 他還是本來就比私菸貴 為什麼大家會跑去私菸更多 不是啊 來我現在要論證的東西叫做 當你已經轉去私菸之後 他現在其實沒有理由再回過頭 來轉到你方的核發菸 我的意思是這群人一去吸私菸之後 他就沒有理由再回去吸原本的東西 他心裡的沉 不是 他有差別 當然我雖然現在沒有要主張健康風險 但是其實 我跟妳講 其實在另外一份資料 我再提一個舉證 現況底下其實消費者購買私菸 是沒有任何行政法則的 所以在誘因上面到底有什麼理由 雖然我無法證明健康風險更高 但是另外一份資料說 其實他在買私菸的同時會考量到 他覺得雖然實際上沒有 但他覺得私菸的離家風險比較高 所以他會墊高他選擇私菸的成分 那這件事情上面 他只要購買私菸的白牌 這件事情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不是,是他天然的自己覺得 購買私菸就是比較危險 有些事情是您方應該要舉證 因為我們方真的不確定 那按照你的邏輯 大家全部都買私菸就好 誰要買正牌菸啊 我方的意思就是他轉到去買私菸 他沒有理由再回來 不是,如果是私菸 按照您方說吧 私菸就是25塊 就是比較便宜 然後又沒有更高的健康風險 那大家都一抽私菸 最好幹嘛要抽這牌菸 我們繼續問下去 最後,在低收入戶那部分 您方三面階段通篇比較 都沒有提到事情不要正的意思 就是低收入戶要負擔比較多的 好,您方沒有要正這塊 簡單來說,現在的重點只有一個 您方到底能不能斷增稅氣機車 但實際上,正方如果收到更多的錢 可以做以轉進支出 對作是做更多的補助 那件事情,您方前階段 政策就應該要講了 而且您方能夠做的東西 跟我方到底差在哪邊 只要您方睡機的意思 對,現在只要討論 最後一個東西,您方消入我方的那份資料 就是前掃的時候影響不大 對於那個影響不大 我方可以拿去檢證嗎 我方等一下三面正論要隨意使用 你沒辦法猜研究方法 因為它沒有研究方法 它是文獻毀過 那那份資料就有問題啊 你故意不給我猜研究方法 這到底是想要幹嘛 你三面才提升任支料 還不給我猜研究方法 因為我剛才才找不到的 我找了一件事情 請問您為什麼要排除那些變化 謝謝各位好 是桃第一個戰場 就是在稅收上的戰場 剛剛其實在三篇後段所解釋的 那個據原物我們所說的 那個105年的新的調查方法 沒有納進去 讓它說它是已經被天然納進去了 可是變相都存在沒有錯 可能變相就比較多去考慮查信 可是裡面變相裡面 大概輸入某個數值 可能是它被查信的難度到底有多高 那顯然那個模型即便沒有錯 它也必須要去重新的去再跑一次 而跑出來的結果 是否如對方沒有所想的那樣子 還是以對方比如說的 這個加7塊錢剛好是最 減7塊錢剛好是最好的數值 對方其實並沒有證明 所以那個模型即便可以繼續使用 它也要重跑之後得到一個新的結果 而那個結果到底是多高 雙方在場上得到一個正確的結論 我要討論在第二個層面上 雙方有各自舉證 就是一個稅收有上有這樣的資料 那其實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方剛在質詢當中所發布的曲線 它在前四月的時候達到新高 然後七個月之後 納進去變新低 那單純從這個曲線來看的話 其實很難去斷定到底誰的速度會更高 可是送點之空 一定是對方想要進行主傷的 所以我們認為是贏效 對方要進行最後比較的責任 而且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對方妙手舉證的那一份 假如只看七月的研究的稅收結果的話 是最低的資料 它其實上面它就有解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是因為他們還在屯煙 所以假如你今天屯煙變得開始 你都用完你屯煙了 那你就得要開始去購買 那些相對金額比較貴的煙 所以在這個時候的情況下 他得要去花更高的稅金 然後去用更高的稅收 然後我方應該可以收更高的稅收才對 即便再退一層看好了 當我所說的稅是稅率去考量 就是怎麼樣收錢會最多 可是對於一個金品硬康捐 他所說的捐料的目的 反正就不是以收錢為最高的目的 他有另外一個考量 假如在我方針底下 假如真的稅收降低的好話 那就代表所謂的繳錢的人變少了 所以在我方針底下 保障了更多的人 沒有必要在價錢并洞底下 沒有必要再去買煙 所以在我方針底下 即便他可能沒有辦法收到最多錢 可是他也相對的去保障更多的人 他可能去掩陪煙的危害 我方針對是火防利益 假如收到那麼多錢 證有其利益的話 那在前面的三輪質詢當中 三輪質詢當中 有沒有去提到任何一份 像台灣的財政缺錢 證明多出來期待有多少 而他要回饋到什麼地方 來證實他們的利益 就讓他們自己沒有證明成功 所以即便有的話 我方針對有點急起模糊 好 我來看第二塊 就是在健康權上的保護 即便剛剛沒有在答辯的時候 說他們沒有要主張 可是他們是證明成功 才能在損益的模型當中 去拿去護火幫所證明的健康權 所以還是得要請你討論 那剛剛提出的變動 先談剛剛所有提供 都沒有資料 換言說 當金額變動的時候 假如太大的話 那就太小的話 可能不會導致結果 然後金額變動到一定程度 然後才會變他們去買思菸 可是他們的時序搞錯了 因為現況是已經變動之後的現況 所以假如剛才那份資料說明 假如金額變動一次變動很小 不會有效果的話 那他們只調降七元 我原本在事件衝得好好的 可能沒有什麼風險 那為什麼要突然去轉變 去買那個還是比原本還要更貴的 就是正常的商店裡的煙呢 其實並沒有證明成功 那即便有的話 好 那麼還是實際上去進行比較 因為我發現是有確實有論證資料 有些人在我的方式以下 那個-0.24的彈性技術 表明了有些人在我的方式以下 的確他們可能會透過減少激煙的方式 或激煙的方式 去更大程度去維護他們的健康權 那我們來進行實際上的討論 第一個是在量的層面上 通常要比較的事情是 我們有-0.24的 就代表 起碼我們在調降了20元的時候 大概上升了10元到20 10%到20%不等的煙稅 但它的確導致了某部分人 他們的確是更去戒煙了 他們吸了更少的煙 可是狗 repaired人 那些真的因為吸獵菸 造成傷害的人 他們其實只有千分之二 那些去轉去吸飙的人是少數 而少數中真的有本身體危害 跟健康權的索弈當中討論的 曾經有千分之二的時候 沒有…是有得勝 劣耳在具體的傷害層面上 在我方一邊教二邊的回復當中 都可以發現 吸菸你從原本沒有吸 變成有吸 所造成的事情快要是非常的巨大的 可是在DOMO世界上,健康群受到危害的那個人,他的情形是什麼? 原本只是抽普通煙,然後被人抽絲煙,的確他可能會有些蟲軟,他可能比較骯髒 可是確實對身上危害,有像我方所舉證的那樣子,可能是癌症的疑患率上升嗎? 或是我方所說的烤腔癌等等的患病率上升 我方認為在舉證之要的明確性底下,我方應該在職上是有更加的得勝 蘇方論文是在量莫取得比較,國防對於健康群的維護都來得更加優惠 即便我們再討論第三個層次,CNN有份資料說 在南非他們估計的1997年是2007年,他們實施所謂調掌煙碎的資料當中就顯示 的確在他們實施的三年內,他們的非法香煙的市場的確有向上攀升 可是數量又慢慢的減少,理由就是來自於香煙的成分有出現的萎縮 因為對於那些年輕的使用者來,就是那些顯戰的香煙的使用戶來說 他們可能在我方的一些世界底下,因為更高的煙價以及走時間的風險 雖然不敢去接觸那些煙品 所以在我方的長期的情況來看的話,我們的香煙市場都會逐漸縮小 我方認為這也有證成,我方最後在水域那底下,對於台灣是應該要進行的追求 所以中期來判斷的話,當我方認為在稅收不太重要從底下,而且他們有沒有證成 這方面我方認為是更好,所以我方認為我方認為是一個比賽 謝謝各位 謝謝主持,各位好,那中間你好 首先現在跟妳方討論一下,今天這場比賽就兩塊 第一塊是講妳方的預計乙針,就是到底有沒有辦法可以減少那些走私煙的人去抽走 對,健康感的維護 然後第二塊是在講才正收入的這個部分 好,那現在妳方討論預計乙針的那個部分,就是私煙會不會轉移的那個部分 好,就是妳方剛剛在持久的時候,妳方問說有沒有把轉移去抽私煙的那個健康危害跟妳方所謂的戒煙的利益做比較 對,我方告訴妳說,我方只能夠舉證告訴妳說私煙的消費量、私煙的銷售量 但我方沒有辦法舉證告訴妳說還有那個交友的量 但我方沒有辦法告訴妳說對人實際上的程度上面差多少 好,剛確認到這邊,那我現在反過來問妳方,妳方對於利益的舉證是 就是妳方告訴我說從 其實我方剛剛在深論的後段有進行比較,那有的是在量上比較 就是我們認為有更多的人從原本的吸煙變成腹吸煙 而有更少的人是妳方從中間去抽吸煙,妳看這方面的舉證,還是看另外的執上的比較 對,執上的比較 好,那我方先舉證一下,就是關於香菸會造成身體距離傷害者資料,可以請妳方查一下 這個我知道,我知道香菸對身體有危害,但妳方給我看一下這份資料 他寫說,研究顯示,他說對於一個有吸煙行為的人 即使戒煙成功,煙草中的致癌因子仍然會留在體內造成有久性的傷害 所以對妳方來說,即便妳方叫她戒煙成功了,我不確定戒煙成功的人有多少,這妳方也沒有論證 可是我方要告訴妳的是,妳從原本吸煙到戒煙成功中間的這個利益的程度 其實妳方也沒有證明成功,而我方告訴妳說,其實就算她戒煙了,她只要一開始吸煙了 這個致癌的因子就會存在她身體裡面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對,因為這個所謂的致癌因子,就是妳在吸煙的時候可能那些尼古丁的含量 或是那些可能就有些化碎的問題 但是不會,但是不會 那她的確可能會產外停掉,慢慢的代謝才會代謝出去 但她只要停止吸煙的話,她就停止攝取 並不是喔,她上面寫說,煙草中的致癌因子仍然會留在體內 她停止攝取,她會留在體內,沒有錯 但是這傷害會隨著妳的代謝逐漸的減少,真的是這樣 不知道,這是寧方的斷言,但這份資料上面就說,她會繼續留在身體裡面 所以先確定一件事情 但是相比她繼續抽煙或抽更多的煙,她覺得自己還是變得更好的 先確定一件事情,只要我抽了這個致癌物質在身體裡面,她就會一直留在這個身體裡面對不對 對,就算是之後寧方戒煙,她也沒有辦法變得更健康 的確我向妳們舉這份資料 但是其實,身體當中的物質都是有辦法透過代謝的方式,慢慢排掉的 所以如果今天有更多人去抽走私煙的話 即便她未來有可能會戒煙成功 可是這個走私煙對她的身體的影響也會更大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就是要詢問寧方從原本的抽煙變成抽走私煙 說出來的傷害是什麼 對,那剛剛寧方在直訊我中三便的時候也有講到這個部分 那我方的回應是,如果今天抽一般人煙跟抽走私煙的風險完全一樣 而走私煙又比較便宜的狀況底下,到底誰會去抽一般人煙啊 就是妳可能,第一個是沒有門路的 像我方在申論當中,後段所提到的那些想要加入下一市場 可是卻沒有門路的人 沒關係,沒關係 又或者是有些人,那可能是害怕走私煙有其風險 那他可能擔心自己就是那個抽中0.02%的受害者 他們有很多理由去讓他們出去抽走私煙吧 對,所以走私煙它會比較危險對不對 對,也會因為這個大家覺得走私煙比較危險的 他實際上是不是很危險 跟他實際上有多危險是兩回事 就是我們有,他去預估自己可能會抽中那0.02% 就是他是未煙,所以他因此不敢抽煙 但是我們有去舉出,他實際上就是並不是那麼危險對不對 呃,不是,所以在這個地方可以先確定 你如果今天抽走私煙的人變得更多的話 即便您幫可以舉證告訴我說 就是他之後可能會有戒煙的這個行為 只是對他來說 我很有承諾這有避開啦 所以我們才要進行後續的比較文討論 呃,好 就是的確會有人,因為從原本是抽正常煙 然後抽到那0.02%的胃煙 然後變成更加的有生產感 對,好,沒關係,所以先確定 雖然我方沒有辦法舉證告訴你說 從走私煙到回來抽一般的煙的這個健康的程度變多少 可是你方也一樣沒有辦法證明告訴我說 從原本抽煙到竊煙它回來健康的程度有多少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雙方的肌肉都是模糊的 但即便它的程度是模糊的 但是在標的底下,我方在醫面管當中的舉證 不論是在自來率的分析 又或是它對於一些呼吸道疾病的分析 就是有相對比較完善的資料 聽不出來哪裡有比較完善到 我知道相對對人的身體影響很大 但我的重點是在戒嚴之後 到底有沒有讓它變得比較不那麼不健康 好,沒關係,往下討論第二塊 其實這也是政府,這是我們現在的態度 因為他們現在不是有積極宣導戒嚴悶者 假如他真的完全沒有效果的話 那我根本就沒有任何問題 這個地方我沒有否認你有利益 但我只告訴你說你沒有證成功你這個利益的程度 我們有代理人卻現在還是有差別 我往下證第二塊 我往下問你方第二塊 第二塊財政收入的方面 你方前面不是有舉出一份資料告訴我說 在帳了燕捐跟燕稅之後 收到的錢 反而必往年來的更多 我方可以再給你方要一下這份指證 這份指證 對,可是他前四月 他燕九歲與健康福利捐302億元 一創歷年同期新稿 那他的時間點是統計在調漲燕稅之後 所以其實你剛剛官房說把臀燕納進來 那其實是錯誤的 因為臀燕應該是發生在之前 所以他只能在調漲之後的話 就即便把臀燕納進來他都還上升 不是,我方前面不是有舉證一份資料告訴你方說 在帳燕捐跟燕稅之後 是你發生的 第一階段的產在到 第一階段的結構 第一階段的結構 他不會有考驗 他會有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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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在持上去的 我先講 因為我考慮 他就是跟基努的 成熟成的 他會有考驗 其實上廟名的 他跟基努的 這個 他跟基努的 這個 是 它是 你現在要深層 那個 這個 那個 那個 更多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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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是说句老实话直观想象如果你不断在吸烟交友就会不断进入你的身体里面 累积的更多交友就算你不代谢不排除这些东西留在身体里面也叫做避害 所以能够戒烟必然会比较健康 这件事情绝对是可以认真成功的利益 只不过我们不确定到底它会变健康多少而已 但是未健康的利益留存跟正方这些睡肌流失的利益 不留存都不知道 在明镜与点比较大我方认为实战比赛其实已经结束了 不过我方愿意很有诚意的再进一步跟对方进行一层讨论 叫做睡肌流失这件事情就算真的存算好了 我方也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本来在我们的税库里面就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叫扭曲型税库 第二种叫非扭曲型税库 扭曲型税库存在的目的确实有可能是因为政府需要钱 可是有一些税库存在的理由不是为了公平 也不是为了政府需要钱 而是它单纯就只是想要解决某些那些税看到的问题 我举了最大的例子就是碳税 为什么碳税这种东西在一些国家会存在 碳税这件事情的最核心目标 甚至他们还是希望自己可以短收 原因很简单 我碳税出现的目的不是因为政府需要钱 碳税出现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排碳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越不排碳我反而越开心 政府就在睡肌流失我才不在乎 我打从一开始碳税这个东西 存在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解决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 所以你不排碳我当然开心 同样这件事情在烟品税这件事情上面也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都没有说会税机流失 可是我方要告诉各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于我方的政府来说我方最乐见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毛烟品税都收不到 因为这样表示没有人在抽烟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底下 每一个税制存在都有其不同的目的 不是每一个税制必然都一定要用 有没有税机能不能赚钱来去做讨论的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 我方觉得都没有在税机流失 或是少税机到底会怎么样都没有认证出来 甚至连这个税我方认为它本身存在的目的 跟税机本身也没有很大关系 我方认为在这个层面上面其实我方也比较胜利 那第三个部分是我方在后面想要提的一个东西 是就算真的有会侵害到某些人民 或是会影响到某些人 这样子的税机或是这样子的扣税方式 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那我方想要谈的事情是 虽然都没有谈的什么思验问题 又或者是那个税机问题 说句老实话虽然他们论证的很失败 可是我方只是会想 可能还是有这样子的风险存在 那当这两件事情出现权衡跟比较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意识 那我方的态度很简单 在我方的认知里面 在这种对于健康权的认知 跟健康权的侵害上面 我方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个是 政府存在的目的 对于人民来说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是政府需要去保障人民的福祉 跟人民可以过得更好 第二个是对于人民有一些 没办法预期到的伤害 跟预料到的影响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是应该要主动出来 告诉人民不应该这么做的 像是什么 像是九年国教 大家可能不知道不去上选会怎么样 或是我不去上选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可是政府今天告诉你去上选之后 你未来回过头来看那段时光 你觉得你感谢政府告诉你这件事情 我方认为燕平健康权也是这个样子 对于那些穷人 对于那些西燕的人来说 你当下不明白 为什么政府要克这样的钱 租制你这样的权利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燕平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是他很慢性 他的影响就像是正方说的一样 他可能是长期的而且难以消弭 而第二个东西是他会上你 在这两个前提共同存在的状况底下 我刚想要告诉各位的事情是 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 该报时的态度就是要告诉大家 这种东西的税是不能够减的 即便今天税机会减少 我也大方的告诉你 我今天存在的目的 我才不管政府有没有收到钱 真正的重点就是你不要再吸烟 如果你能够不要再吸烟 我才不管我收到多少钱 政府亏多少钱我都无妨 我就是要你不要再吸烟 谢谢大家 各位好 总裁有最后的态度 走到非常极端的感觉 非常极端的态度 他说是税损什么都不重要 财政收入什么都不重要 那为什么你不看直接禁言 这些态度非常矛盾 就是如果他真的主张说 财政收入原则根本不是 烟九税克征的另外主要的原因的话 他就应该完全的直接禁止 废除烟九税 然后禁止所有人吸烟 如果最后没有真的像他方所说 我真的就是说我为你好 你真的不要因为这个 目前现在贪图一时的爽快 而导致你最后健康很多 你看看我不紧急 所以只是终于有最后 在最后价值搭台的时候 最后的矛盾 但是先不谈这个 为什么要谈在税收上 为什么政方会觉得 财政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承认说对方没有所说的 因为香烟的价格弹劲 它其实是小于负一的 为什么 什么叫小于负一 小于负一的意思代表的是 我价格上升卖10%的时候 我的消费量可能只会下降8% 或6% 所以整体来说 因为税收上升 税率上升 就是政府要收的税率上升的同时 消费量没有下降那么多 所以导致整体来说 虽然我的价格上涨了 但是税机没有流失的 超过我价格上涨的幅度 所以导致我的收入会增加 这才是为什么现状之下 厌九岁会被视为 可以符合财政收入原则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弹性小于负一 所以导致我们可以收到更多的钱 那接下来谈 都被我所说的健康风险 先处理健康风险的部分 健康风险的部分 其实我刚才讨论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正方的情况下 只少了那7块钱 到底会让多少人 进而从原本已经戒烟之后 导致去抽烟 因为我方觉得 因为所有的价格弹性 都只在讨量一件事情 他讲讨论的是 我的烟品的消费量 但是消费量它永远不等于我戒烟的人数 原因很简单 正方只有这样7块的同时 我原本在吸烟的人 可能因为我的东西比较便宜 所以我可能消费量 可能会增加许多 但另外一件事情是 原本不抽烟的人 会不会回来抽烟 或像他方所说的 我方所说的 走吸烟会不会回来 那都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整体来说 在健康风险上 我也承认 也许在正方的情况下 可能原本就在抽烟的人 也许会抽得更多 但这个同时 因为伤害本来就有点击效益 在现状之下 他本来就已经抽烟 只是少抽一点点钱 少抽一点点 少抽一点点 但在正方的情况下 他可能原本 没有戒烟的人回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多抽了一点 在这个正方的危害上 对方被有言 没办法实际的量化说 这个的程度到底有多少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来看正方所说的税收 税收的部分 对方没有对我的攻击 我刚才在谈的 这个当期的税收 比起过去的当期 会最高的这件事情 他没有要攻击 原因是因为 实际在最左边的同时 他的税率的税收是会减少的 但他过来这边 还没有多过于这边的税收的同时 确实我也承认 他这边的税收会增加 所以对方没有莫子 质疑我的时候 他只有质疑我这个拉伯局线不能够用 但我现在要解释 为什么拉伯局线可以用 原因很简单 来自于在税收的部分 我这边的考量 因为我那份资料他考量的是 我在每个人平均的消费量 消费烟草的数量 再去扣掉现状之下 正排烟销售的烟草或是烟的数量之后 的那个差额 是认为大家去消费私烟的部分 但问题在于是 这件事情根本不用考虑他方所说的国外的供给的部分 原因很简单 现状之下 那份资料的推估是 现状之下的所有的总食烟有三亿包 但问题是去光是去年 他说最有成效那一年加强茶器之后 那一年的茶器量也只有两千万包 他其实占整体的私烟市场来说是很少的 而且这件事情上 我们根本不用考虑工具 只要考虑需求就好 因为真正会导致我税收减少 不在于是他走私烟逃漏税 不在于是我克不到他的烟捐跟烟税 现在走烟税 不能克到他的烟税 所以实际上的影响是影响到消费者的 所以国方只要去论证说 在消费者的因素上 因为拉伯曲线的关系 他过了 调涨十三元的对视点之后 他会觉得这个烟变得更贵 像他方所说的变得更贵 说我进而不想消费 整体来说 税收还是会减少的 所以我刚才说 他不用考量走私烟的部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清掃完精彩的比赛 接着让我们来分享更精彩的台湾奖评 首先请您正前方的文化大学的方向中学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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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蛮亲信这场比赛 就是说这场比赛 论点的进展也还算快 就是大家很快速 就把实质上面的攻防 就退到至少在理清双方差距的情况底下 很快速的退到了该会的地方 那还 第一个讲解 然后就简单快速交代一下双方的问题 这方一边上台 其实告诉大家自由权送药 然后再来就是稍微说明一下 淹水淹泉的部分的差异 然后再跟我们说 现况底下其实 你们认为淹泉的部分有些问题 就是基本上它 会出现滥用的状况 很多的裡面的 这个淹泉裡面的部分 很多的最后的用途是用在健保 喊病啊跟其他部分 那你们认为现况底下 其实健保已经出现 虧空跟滥用的状况的问题 那基本上是没有这个需求 那后来部分又去打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穷人部分的现况底下 其实大部分抽烟的人都是属于原理阶级 那在现况底下 没有调降的状况情况下 新充电负担很重 后面部分再去讲说 现况底下有试验问题 那大概有几份蛮多的资料 像是每四位 就会有一个人买 可是市占率却只有5% 然后或者是现况底下 其实这个税损可能高达31亿 然后后面部分就是 只花很少的时间 在讲这个拉肤局限 那我就是觉得 如果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 中药系统跟医院 应该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比较多的事情 就是说 到底现况底下 你所谓的就是这个拉肤行政 因为我其实 我说真的在拍医院里面 我真的逼不懂 到底就在讲这个东西 就是说 对文言你觉得在回归分析 结果跑下来这个文言 现况底下 那回过来看返方 那返方其实蛮快速 一开始就直接跟进了 就是跟进说说 好OK 今天我也承认 今天严坠的部分 其实专业活动用的 十四的结果 其实并不是很好 把非常多的钱拿去染用 所以基本上 你也全部的情况下 都把它转为严税 你也不要严坠了 所以双方差一点 关键的部分的情况下 就差一点双方的税率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讲白话一点 双方差西块 一包差西块 就是这样子在关键 那再来就是 回过来就是 当然我觉得 反方立场就是会认为 基本上 你加质量这个效果 在反方情况下 因为价格较高 所以还是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如果有情况下 对于你而言 烟的相关的问题 跟避害你 还是要执政 那回过来的部分 就是你会认为 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基本上 你们认为较高的情况下 你加质量效果很好 尤其如果这件事情 在不外情况下 尤其对于 像青少年这种 可能第一次接触烟的部分 那价格的部分 他们的衡量其实 是一个重要的标准 所以其实就算是7块 有没有 也是一个成本跟价格 那所以这样 比赛分几个吧 几个战场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在于政方拉布许胜的政府过程之中 到底税收这件事也看不到 税收之间的部分 裁判接受程度 那再来一部分就是说 好 那对于 政方对于反方供给的部分就是说 那当然它调价的部分 情况下 因为价格越高 相对等 对于实验的需求也会越高 那到底实验部分的工房 可能还蛮不看 那再来一块部分就是说 对于反方人员 恐怕也会认为价格比较高 以加质量的效果 在正常的逻辑来推演的情况下 也会有些人他也愿意 因为价格的关系去解研 对 所以你问我解研的情况下 效果会更好 当然政方就对这边做出进一步的动作 但这几块正常 我会交代一下 我现在不该怎么看 我先说第一块 就是在拉布学线 就跟我开始说一样 我觉得一开始 政方没有花太多时间讲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来说我接受不很急 就是我一直想要听懂 到底是怎么推论这件事情 就是到底是怎么证明这件事情的 而且这件事情变相也是在这样比赛 对于政方的演员 至少在阶段性上面对我来说 是陷入有些不逆的 就变成你要花时间去解释这件事情 那我到后面是有稍微听懂的 但反方做出几波攻击 反方一开始 可能双方都理解这份资料 也看过这份资料 所以反方基本上做两波攻击 第一波攻击 直接质疑是 希望以下这件事情是推估 跟事实不一定都相符 就事实推论而言 希望以下在今年看起来 目前收到的税来说是目前利益来最高 是不是真的出现拉伏击的结果 请政方证 然后绝对再推给政方 对 那第二波攻击就是 提出其他相关资料说 这份资料的研究 或者研究模型是102年 但是在102年之后 其实台湾对于查契 失焉跟查契的办法相关部分 有新的专案更新的办法 其实整个查契的密度 跟查契的手法 可能都有更新跟改变 但是他认为拉伏击想 这边刚出的余过部分 可能不是那么精确 可能出现失足的状况 那这部分 其实都是对于政方 在于这个部分的挑战 那对我而言 我觉得啦 当然政方到后面就是 只有在三变开始 跟结变开始 针对这件事情 想要告诉裁判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料查里面 其实已经把事焰相关部分的 这件事情的考量 考量进去 那我觉得只有在 结变我才比较听得懂 你对于这件事情的说法 三变我真的还听不太懂 其实我觉得三变你到底在说什么 就是我一直想要很专心听懂 你这一份解释 为什么包含了查契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至少对我而言 在前阶段 三变深入之前 我觉得反方做出的挑战是合理的 就是今天这个拉伏几线 如果研究的时间 的模型组织在102年 他们要把新的这些状态 跟基查的成本 或基查的方式纳弱化 也许不是那么精准 对 所以对我而言 我会希望 政方进一步解释 那到三变解释完 其实你解释完我还是听不太懂 为什么可以纳入 直到极变我本想要参加理解 因为你讲出关键性的说法 就是说 因为这个研究 其实已经先把 实验这件事情的数量 先纳进去这个研究的评图 反正是三一包 那你觉得 现在查契的部分只有两千万包 搞不好都还没在这个模型的 挑战范围之内 但是我觉得 即便到这边我都还没有 因为我觉得 你必须要更完整的去阐述 这个变运在什么地方 因为比如说 到底反 这个拉浮曲线里面 到底这个模型的三一包 是说 他认为这个市场量的里面 其实隐含有三一包 但是多少是在这个拉浮曲线认为 有可能被查契到的包 就是这些实验数量 进而对于这些所谓的人民而言 可能可能或者是 但是像反方所说的话 也不可能出现另外的错误就是 歇文下查契更多的话 搞不好市面上不到三一包 那更难取得 就是我觉得中间有更多 不是只是讲三一包 就可以去解释反方这个攻击 所以对我演员 其实到后面的情况下 我会对拉浮曲线认为 本身的证明来说 打一些歇文号 所以是不是能够真的收到 比较多的税 我其实是打五号 所以税收的部分 其实我认为 正方的利益是不明显的 好 那回过来怎么看 后续的工法 第一个在试验的部分 反方先提出一个证明 就是说 性供往下试验的部分 情况底下 其实有很多的是白牌烟 就是所谓的性供往下 它可能安全性情很高 不是全然都是有问题的 那正方也相对的 举出资料就是 性供往下有没有不容易烟 出现很多问题 不管是离骨店交流的 数量 或是它的 整个里面的品质 真的非常差 那当然反方后面的比较 跟工坊就是一件事 他直接拿了另外一份 我不知道为什么三倍突然拿了一份 就是说是千分之二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 其实我们现在确定 前面也许有题 可以讲的不是很完美 至少千分之二这个说法 也是我到散变深论 在做数益比较的时候 才明确听到的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冒了这个数字 听起来很像是 对你们而言 似乎想要在健康这件事情 做数益比较就是 好 就算即便对你们而言 双方有一个差异性 就是只差七块钱 那在于反方情况以下 至少我比较少人抽烟 那正方提出攻击你们的弊害就是 这群人有可能去抽食烟 那你觉得在有些人不抽烟 有些人抽食烟 而且抽食烟里面 又有分健康的食烟 跟不健康的食烟 对 那你认为这样的情况以下 如果是抽到健康的食烟 他运气很好 其实损害没有太大 如果抽不健康的食烟 就真的是损害比较大 那我先说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 反方这样比较 对正方来说 其实真的是非常努力 对 所以我觉得你必须 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子的 损益比较是可以预期的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陈文谦应该在三变生论的时候 就是要预防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 后面让他在上面 做这个损益比较 对 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 你在场上 就是后面人在前面 呈现 试烟上面你们有做 可是我原来在这样 我们在划的时间太少 比如说你们前面 其实有质疑 反方能够的成功举证 新管好像试烟 都是像我们所说的都是白牌烟 因为就我所知 我也知道 试烟有很多的种类 试烟有四五种 白牌烟只有其中一种 你懂我意思吗 而且说一句实在的 白牌烟就是新管好像 没有被磕到碎的人烟 比起品质比较差 烟价格搞不好 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如果我真是单纯想要 是吞云吞云吐物 我就是健康 其实又不是那么重视的 那种工人而言 我如果真是价格 是我第一考验 我就会抽一些品质比较差的 不然对我来说 我觉得有免质差 我只是想要吸烟 我一定要吸热爽感 那种因素 所以我觉得 在挑战那个 试烟上面的比例 新管好像 白牌烟这件事情 我觉得 厂上在反方的超过上面 是把它陷入就是一个 感觉上是试烟里面 占的比例 可能虽然不是最 就算不是最多 他可能觉得 可能搞不好有一半 就是呈现试烟上面 其实有很多 其他危害的部分 呈现的力道 我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稍嫌弱一些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本身 情况下就是 我也不觉得 反方这样处理 就真的完全处理掉 试烟完全有避害 那至少这样比赛 对三变全力的反方 就是情况下就是 好了 我成长有避害 但我把避害 一直说到很强 用千分之二的说法 再告诉你说 试烟里面还有好的试烟 跟坏的试烟 的说法 听起来这个避害虽然有 但也是很小 所以我认为在 试烟上面战场里面 双方各自有成立 利益 但是我觉得 看起来感觉上 反方的损益比较好 像也没有说不合理 对 那最后部分就是在于 戒烟 就是到底戒烟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样比赛 另外一部分 是我觉得 反方在有一块的 利益的部分的 呈现比较可惜一些 就是 对我而言 因为你们以加之量 也一直不断讲 那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们其实有 曾经有透漏 想要讲一个东西 至少一面有讲完 就是说 因为以架资量 所有新进入的人来说 会变少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强调 跟一些说法 跟资料上面的堆叠 我觉得后面 就感觉上有点辣掉 就你比较专心 想要跟正方去处理 就是到底拉脱曲线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对我而言 如果以架资量 这件事情 是你们一直强调的 你们也可以回头 要更加 更高速裁判优势 也价格比较高 本来就是会降低更多 原本不吸烟 满了18岁 我想要试试看 那种新奇的门槛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相对的 其实反方也很好说明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到后面有点辣掉 就讲的也不是那么完整 所以我觉得这边是 反方这样比赛 比较可惜 就是工坊处理的过程之中 还是不小心辣一些东西掉 那回过来整体而言 我会觉得 对我来说就是 如果拉脱曲线的部分 正方的利益 没法被展现 那我觉得在实体上面 工坊上面 这样比赛的情况底下 我觉得可能因为也是 苦于前面 没有处理到这件事情 花很多时间要解决自己 然后在实验部分 去展现 其实实验上面 比例跟种类 反多 就算有排排音 也不是在比较大的部分的呈现 我觉得呈现不是很好 实体上面的工坊的情况下 我也稍微能够接受 反方说法的时候 我把这场比赛 判稍微多一点 你分数给反方 那我觉得这些比赛 对于正方来说 相对可惜 就是我觉得 这样比赛对你来说的 逻辑就是 你们的确一定要在 拉脱曲线上面取胜 你才可以去强调你的优势 可是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这些 实验路线上面的攻击 跟工坊上面 我觉得相对的也很可惜 就是我不觉得 完全没得打 尤其实验部分 上一场比赛也有打 你应该理解 实验的工坊 后续应该要怎么走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样比赛 呈现的比例的 那么的少 或是工坊上面的 力道那么的弱 相对而言 在操作跟执行论点上面 是还有很多 可以进步的空间 跟改善的地方 那至于后面的部分 的情况下就是 回过来对你们来说 当然我觉得你们想要 试图去规避某部分论点 所以后面才去提 那个影响很少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 上台就刚好被学弟 反应比较快 就嘴硬说 这个东西没有回归分析 这是真的 就是 好方便在场感上面 对你来说 尖端性就变得 稍微更不利息了 所以这可能 就是在一些使用资料上面 或是在工坊上面 可能要是需要再注意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 对于西部论点上面 交通或是个人技巧 想要再问我 其他一件 好 才还可以问我 谢谢大家 谢谢学长精彩的奖品 今天我们请四季大学上 正心学长为我们奖 大家好 首先要恭喜双方 因为这场是四强分流 所以可言之外 双方应该都已经进四强 所以至少都拿费 所以 就只是怪他今天的差别而已 那 我觉得这场比赛里面 就是 其实他的进展有一个 蛮奇妙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一开始正方打这些论点 因为 后来反方直接跳出来说 全部跟进 废俗 所以这个 烟圈 所以后来 正方也跳出来说 我们全部跟进 所以他变成是正方 一开始说 整个内容 整个完全被架空 但是我这个地方 我其实要给正方的建议 就是 虽然有时候这种说 我全部跟进 我跟着你废 这种话讲出来很帅 但是他对于场上的 操作来说 不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 应该说 当我们要做这种 战略的选择的时候 不论正方的方法 就是做这种 战略选择的时候 其实都要考量一下 就是 到底你手上所握有的资料 跟论述的武器 偏向哪个方向 是比较好去做操作的 你再去做这个挑选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 以这场比赛来说 正方一开始讲两个 一个是讲说 他会有这个 税疾侵蚀 另外一个是在讲 他在这个 这个税捐的这件事情上面 他可能没有办法落实 原本科 他这个燕捐的这个政策 那反过来说 当传说 他们要飞燕捐的时候 其实对正方而言 你有两种做法 一种当然是跟着他飞燕捐 但有另外一种做法 是你回过头来去强调 到底燕捐有什么特殊性 他不能飞 那 此时这两者之间的选择 要怎么做选项 当然就是 正方到底哪一方面 资料跟论述会比较充足 如果说你们对于燕捐的理解很透彻 你们大可以在场上跟大家解释 到底税跟捐有什么不同的差异 以及现在捐 他到底有发挥什么样具体的效果 那如果这个方可以证明成立的话 其实反方这样去说 我没有废燕捐 可能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后面可以操作那么顺利 因为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 在维持燕捐这件事情上面 跟正方做讨论 那反过来说 如果正方就跟着反方说 好我们费燕捐 那当然这个场上的讨论 就变得非常简单 就是 那就全部都没有捐 就是税 那税就是讨论很单纯的事情 但是 这么做对正方是不是一个好处 这个要看正方到底对这件事情 有没有事情的准备 那在这场比赛里面 我觉得显而易见的是 正方对这方面的准备不出 因为当你们一开始 一边讲的这些内容 都会架空之后 然后你自己舍弃掉之后 你最后唯一能真的 就只有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拉伯曲线 第二件事情 就是到底反方的 这个倚架质量 有没有成效 你就只能征这两件事 而 倚架质量有没有成效 这件事情 不会是 不是正方本身有的资料 所以你们在场上 都只是在直以反方 但你们取不出很 直接的证明说 倚架质量没有成效 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工坊 变成只是正方 在打反方的攻击 但是却没有一个 直接可以证明的东西 所以你们真正 唯一能证明的是 回过头去正随机侵蚀 但是我自己 听起来的感觉是 那个随机侵蚀 感觉像是异殿岗 本身只是一个铺垫 不是你们很主要 本来要讲的事情 就只是说 你看他还有随机侵蚀 但是这个随机侵蚀 造成是什么 是那个 你看健保的漏洞 听起来像是 你们本来是个铺垫 结果后来突然 变成主论点的时候 整体上的论述 会变得 感觉就是 很奇怪 就是到底 你怎么论证这件事情 到底怎么论证 随机侵蚀 而且我觉得 随机侵蚀上面 这件事情 就是反方 一直长到 最后解辩的时候 才讲 但是我觉得那个说法 其实本身 就是说我一开始 我就很直观式的觉得 就很奇怪嘛 就是说 到底对于烟这件事情来说 随机侵蚀 它到底会不会是一个 很主要的问题 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因为 你至少一刻 烟绢 它本身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减少 它吸烟人口 所以你就算 不用随机侵蚀 去解释它 但是你调高烟绢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 要让它不抽烟吗 所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而到最后解辩才讲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故意尝这个论点 但是 我的意思是这个很直观的疑惑 就是到底随机侵蚀这件事情 在烟绢这件事情上 烟绢跟烟绢这件事情上面 到底它有什么 非常重要的 必须解决的必要性吗 我自己是 觉得有点疑惑的 就是我其实无法连结 随机侵蚀跟烟绢之间的关联性 但是反过来说 烟绢因为它本身是为了健康 所以烟绢它如果 发生的碎基侵蚀 我会觉得很理所当然 但是说不定 烟绢就不是呢 因为搞不好 烟绢从一开始 它不是为了健康的设计的 它可能从一开始 就是为了财税所设计的 所以如果它发生碎基侵蚀 搞不好就是一个很值得 要被解决的问题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 我只是理所当然去分析 到底这税圈跟烟税之间 两者之间的差别 到底是什么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方要藏这个论点 但是简单来讲 就是我会觉得 但正方要去很努力地解释 税基侵蚀 然后有没有拉脖曲线的状况的时候 反方吐出来的一些工法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因为我毕竟不是这个专业 所以到底那个模型怎么被解释 也都是反方在解释给我听 就是我觉得正方很多地方解释的 也不是那么清楚 因为反方吐出很多解释说 比方说拉脖曲线是为了 把那个避税的成本 跟那个什么磕税的这个 最后的结果 然后去减之后 然后算出来一个东西 如果真的照它这样讲的话 听起来就好像 你真的有很多的因素 就是它会避税的因素 没有塞进去 但是 这些东西都毕竟是反方解释的 就是我没有学过这个东西 所以我不知道 那正方的说法就会是说 因为我一开始 他那个学生一开始算的时候 其实就算了这些东西进去 那其实对我而言 这些理论上的说明 对我而言就是 我都把它放在内心中 好好的尊重它 因为我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它的真假 那对我而言 它这种东西就是 无论如何它就是在场上的工房 它呈现的效果就是消弱 就是对我而言 就是这份资料不一定可信 但它毕竟有这份资料 所以说不定 现在的这个状况 确实它不是处在 拉斗曲线的 最似的磕碎点的状态 这个我觉得 我是能接受正方的说法的 就是反正反正 最后也没有来增值这一块 因为你最后想要讲的 也就只是 就是这段轻视也没差 所以对我而言 到底这个最佳的磕碎点 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对你们而言 对正方而言 感觉它最后的利益 好像就只有说可以多增到一点税 那此时我就会觉得正方缺了一块东西 就是你们正要打这个东西 你至少要告诉我 那我增加了这些税 到底可以干嘛 因为你们不要忘记 当你们跟了反方说我费了烟捐之后 把这个钱 这个刻掉刻的东西 加进烟税里面 它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是你原本可以专款专用的这一笔钱 它消失了 它被并入了一个 不能专款专用的 这个统筹统支的烟税里面了 那此时 到底这一笔钱它消失之后 它能不能发挥效果呢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 我没有烟捐 但它依然可以发挥出原本烟捐有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是正方后面在拉利益的时候 应该要去做的说明 因为对我而言 你若不讲的话 我就会觉得正方就平白 把自己一块利益切掉 我原本可以补健保 就不能补了 然后原本可以降低 再增加这个茶烟成本的 茶烟的贡献的 我也没有钱了 我以后也不能拿这个钱去做了 那这不是很可惜吗 我自己听起来很可惜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正方没有很强烈的去论证说 为什么我们要增加这些钱 就是健保的这个亏损依然存在 或者是茶器这些丝烟的这个需求依然存在 所以我们的钱其实还是要增加的 要不然没有办法支应这一块 如果可以解释到这个部分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不定增加它的税积 扩大税收的来源 对正方而言说不定是真的有利益 是有必要的 如果正方可以证明到这一块 我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利益搞不好可以成立 但是因为正方方面没有这样的证 那我就会觉得 就算你真的碎机火大 那对我而言有什么差呢 你都不要碎捐 你都不要那个烟捐 你都知道要烟睡 那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 对我而言就不太理解 对 那反过来说 我觉得在反方其实发生同样的问题 就是你们今天的操作方式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那种比较齐齐式的方式 就是说我跟然后我肺烟绢什么东西的 然后打正方措手不及 但是这种操作方式 我觉得导致了反方最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反方的这个打法 会让人至少我个人不知道你们到最后 到底还可以坚持什么样子的利益 因为对你们而言 你们所想做的利益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增加它的购烟的成本就以价质量 但问题是 问题是你们到最后的时候 你们自己也承认 就是不管是撕烟的这个问题也好 或者是到底这个烟对人的危害 撕烟有没有比这个正常贩卖的烟的这个危害更大 这些问题它都导致反方 它出现最后一个状况 就是说其实你们没有办法证明 高价格有没有办法具体的影响到这个购买烟品的数量 因为你们这个实质的利益是证不出来的 你们的说法会是 我常常我们没有办法证出来 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断 有一部分人去买私烟 另外有一部分人 就是至少它会不抽烟 你们有一个数据 就是证明说价格提升之后 吸烟人口减少 但是吸烟人口减少这件事情 对正方而言它的诠释很简单 就是你吸烟人口就算减少 也不见得它就是不抽烟 因为它有可能会去走私烟 所以它的状况会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对于反方而言 你的倚架资料的效果 到底呈现在的具体的样态 是长什么样的 到底是都去买私烟了 还是大家真的不抽烟了 我觉得这个之间的这个状况是很奇妙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自己举的资料证明 因为你们是为了打拉口曲线 你们说因为你看我涨了烟捐之后 涨到20块那么贵 结果我稍税还特别多 虽然我觉得正还开始说 因为有人屯烟这件事情 我对我而言这个取证效力很低 我不知道有没有屯烟的状况 这个是需要资料证明的 但是我对我而言 你反方取了这份资料 虽然可以证明拉口曲线可能有点问题 但是反过来也证明 那到底你这个烟捐克下去 到底有没有倚架质量 我自己觉得很妙 因为如果真的倚架质量了 那抽烟的人减少 理论上来说收到的钱不一定会那么多 那当然你可以解释我 因为他单价变高 所以就算吸烟的人减少 我最后收到的税还是更高 但是他有没有可能也会变成另外一种 就是因为我 虽然有一些人是选择不抽烟 但有一些人可能抽得更凶呢 我不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 他的状况就会变成是 到底你怎么诠释 那个 钱变多 但实验者变少 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它两者之间好像有一点很微妙的状态 就是你总要有一个说法去解释这件事 但是如果你不解释这件事 我就会有一种 好像你在逻辑上可以相信它确实可能会减少 但在实物上面到底会不会减少 我觉得它是有存疑空间的 而且正方这边有一份资料有去讲那个价格对于购买人数的那个影响其实非常低 所以我觉得这份资料它也影响到我觉得反方最后的利益的这个推论到底能不能成立 我觉得它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如果反方自己的利益也振不出来 所以以下这样的利益也振不出来 正方这个扩大所以自己的利益也振不出来的时候 以这场比赛来说 因为它不会有推定 所以对我而言就是其实正反双方的利益 其实都是很暧昧不明的 当然因为最后正反双方 其实对于反方可能有人不信任这件事情 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识的 所以这个部分最后它依然还是反方得利的点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缺乏论证 所以那个得利的点 得利的程度有多大 我觉得个人抱持一点疑虑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需要更积极的去证明 如果真的想要就是打一加吃两这一块的话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场比赛 我觉得尤其是正方 就是如果要跟那个 尤其是要跟这种比较灵机的状况的时候 我觉得三位面是自己要互相沟通 因为我觉得场上的时候明显发生了 好像单变雪地 这个突然跟之后 然后后面决定是雪妹有一点不知所措 然后上去生了都没有发跟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一点沟通 大家可能会租碎杯的时间有点紧 所以可能沟通的时间不够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内部自己要有点协调 那以上是我讲评 如果有问题 之后可以跟我讨论一下大家 感谢裁判们精彩的奖评 接着宣布比赛结果 在此声明 曾经宣布顺序 与裁判讲评顺序及做事无关 第一张评分单 正方比反方 96比98 盛方反方 第二张评分单 正方比反方 120比127 盛方反方 第三张评分单 正方比反方 83比88.5 盛方反方 正方便自知 没有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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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呢 你自己去不体验打不过 没有骗过 没有骗子 ängt 你